作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创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先导性项目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建设已完成过半 各施工段正按照工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接着线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文昌段的施工现场 在我身后 现场工人正在抢抓工期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作为海南重要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全长998公里 总投资超过163亿元 项目完工后 将把沿海261个旅游景点和40个驿站串联起来 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 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文昌段的施工现场 大型机械和施工人员分散在各路段 进行道路路基的施工作业 环岛旅游公路文昌段全长160.532公里 总造价为12.7亿元 项目起点位于文昌市铺前镇 终点位于文昌与琼海世界 线路共计穿越包括铺前 龙楼 东郊 文城 等文昌市八个镇级行政单位 目前文昌段路基已完成92% 桥梁和寒洞完成65% 项目正按照预定工期保质保量稳步推进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以等舰联盟为抓手 以劳动竞赛为契机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分段分块进行施工 加大人员机械设备的投入 确保每个工作面有专制人员进行盯控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落实三检制度 确保生工质量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主线采用 双车道三级公路标准建设 路基宽9.5米 设计时速为30至40公里每小时 截至2021年12月31号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共累计完成投资60.02亿元 路基土石方772万立方 寒洞688道 控制性桥梁85座 项目按照一站一特色 一处一风景要求 建设环岛布局40个驿站 并有机串联景区和村庄 形成交通加旅游新格局 增强沿线经济活力 项目通过环岛高速 环岛高铁 环岛旅游公路 两块一慢 打造坏进漫游的交通体系 将沿线乡村景观和旅游资源 有效算联 形成珍珠项链 项目进程后 一方面可以大大改善 老百姓的通行条件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 游公路的纹理特色 带动沿线乡镇的 散业振兴和乡村发展